前年节又逢周末 宅男女神阿喜现身台北书展 陪粉丝过节 果然吸引不少人潮 太幸运了 脸贴脸三秒恭喜 阿喜亲切的和男粉丝脸贴脸丸自拍 还玩起时下最流行的比东 甚至喂食巧克力 让粉丝大股满足 阿喜还大方公布挑选男友的条件 其实我觉得男生更重要的是 会说话 然后会至少他有读书 然后其实看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可以跟女朋友讨论 这样我觉得反而是比较贴心的 阿喜挑男友走执行路线 她也透露私底下很爱阅读 借着看书充实自我实力 工作上我可能需要自己要穿搭 所以我还是会看一些穿搭书穿搭文 可能时尚杂志还不够 我喜欢看那种街拍类的 就是看一些 比如说欧美路上 那个路人怎么穿 他们都穿得很有趣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工作上我也必须要 就是讲话 言之有误 必须要说出一朵花 所以也需要看一些成语谚语 或者是一些 真的有文学内容的书 阿喜出道快三年 除了代言活动 最近又拍电影又推写真书 年前缴出不错的成绩单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也期许新的一年有更好的表现 主要社记者黄军王一文 台北报道